上一集的Crew出過未來 講到小朋友換牙的情況 今集牙齒矯正專科醫生劉潤華醫生 繼續會和我余峰和大家聊天 換完牙後是一個黃金期 可否說是黃金期 有很多問題會出現 上一集說到會有些慢慢出現 例如刀及牙或牙齒擠迫等等的情況 可否慢慢講講這些情況 又會引起甚麼問題 我們最常見就是擠迫的問題 其實擠迫的問題最大影響 就是一個小朋友笑容不漂亮 有時會影響他的信心 清潔也會影響到 當然千萬不要擔心鑄牙或牙肉發炎 這是香港的小朋友很多時候出現的問題 是否都是遺傳的 擠迫也是 對 因為擠迫的原因是 和牙床骨有多大 和牙齒的總和 加上多少來決定 牙齒大隻 正常牙床骨已經擠迫 亞洲人來說擠迫的比例都高 所以就會爆牙 對 其實我們在地鐵或飲食場合 看到很多小朋友或家長都有擠迫 現在我們新一代要求高了 我們都希望將來的下一代 就會把牙齒整齊 原來在擠迫的情況 我們都可以處理到 通常我們欠缺的空間少 我們醫生都可以做一些擴張的程序 令牙齒開發得很整齊 如果有些真的很擠迫 可能要剝一些牙齒 我們再重組牙齒去一個新的位置 如果有其他問題 例如道及牙齒 可以怎樣令牙齒變得漂亮呢 道及牙齒在香港也有十幾% 都高 最多的成因都是因為上骨的生長 是慢和不足夠 它出現的現象就是 有時我們的鼻 即是在下面的地方 會有些凹痕 即是在上面的下面的嘴唇 在移用上已經不太理想 有時笑出來看不到上面的牙齒 沒有一個燦爛的笑容 嘴唇一定會輸一些 有些簡單的道及環背 還可以吃到面 咳到的 有些比較嚴重的散環年 嘴唇的功能都少了很多 因為牙齒吃東西 我們在醫生處理這些個案 我們通常都會將鱷骨 希望盡量可以改善它 即是簡單來說 骨如果是短或窄 我們希望擴闊 甚至牽引它向前面 令上下鱷骨的關係更適合 牙齒擠壁的問題都會出現 因為牙齒小 所以上面通常都會擠壁 我們醫生都會做一些 牙齒矩症的程序 將牙齒排列好牙齒 當骨和牙齒的位置都適合 那牙齒便會做好看 但有沒有說要盡早做 還是醫生都會建議 其實都不用太早做 因為你這麼早做 可能它遲些又會關閉 會不會都有個分別 有的 其實多個時間是重要的 我們通常如果處理一個小朋友 如果鱷骨還有生長 我們可以做很多控制 例如拉前 擴闊 甚至增加生長速度 完全都可以做得到 又反過來如果它太大 或者它早熟 骨已經好像大人 我們便控制不到 如果我們做得到 在早期我們都做到一個 比較完整的矯正 亦都可以用傳統技術做到 如果我們遲了 如果它很嚴重的鱷骨偏差 其實是要做 好看外科手術才可以改到 我們很不希望 小朋友因為忽略了 早期診斷治療 而去到後期的治療 所以其實家長如果發現 小朋友可能說話 或者吃東西開始有點奇怪 其實都要馬上帶他去看醫生 這個當然是好 其實我們現在 香港的牙齒矯正學會 或者牙醫學會的建議 都會希望小朋友 早些去醫生去檢查牙 早些發現到問題 還有我們香港有一個 很好的牙科系統 就是學童牙科保健 其實那邊的專科醫生 都很早期會看到 小朋友的問題 會建議小朋友去 尋過矯正或者治療 明白 聽到大家的家長 應該就要更加留意 和亦都可以沒那麼擔心 好 今集時間是這麼多 下集再見 又來到送禮時間了 大家記住做齊以下的步驟 那我們就會送出 口腔狐狸產品 記住快點參加 會不會令到很多 說話或者吃東西 都出現了一些問題呢 一裝牙菇到口裡 小朋友便會覺得 好像很多東西在牙外面 我們下次見 來見見실事 可以見見 來了 我們下次見